我认为人们不会愿意看到房价下跌 但是却失去了工作 顾强安 我们看到 在英国退休之后 英国房屋市场遭受了重创 在7月份 星星下跌到了5 到了这个月 我们看到8月份的数据已经公布了 从Rix调查中可以看到 星星出现了大幅的改进 星星已经上升到了12 这意味着英国退休对房屋市场来说 并没有那么糟吗 我认为应该吸取的教训是 目前来说英国退休仍然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 你知道了在新协议签署后 房屋市场在过去几年里 建立了相当多的需求 它更多的是一个长期的市场 因此我认为星星的反弹是不言而喻的 需求和经济因素就在那里 在英国人们需要住房 需求存在着长期的短缺 所以预计我们在短时间内 就会看到相应的结果 就这点来说很多人都在说 如果从经济数据来看的话 英国退休并没有那么糟糕 但是就像你说的 目前来说英国退休只是一个理论 第50条条款还没有被激活 那么你认为第50条条款的谈判都启动之后 情况会变得不同吗 我认为应该把伦敦和英国其他地区分开来看 我们在英国北部做了很多的工作 他们已经从中受益 现在英镑出现了贬值 对于出口部门和工业部门来说是有利的 他们获得了很好的经济增长 房屋市场的表现也不错 例如在利物浦地区存在11年的房屋短缺 对于伦敦来说是另外一种问题 例如说他们可以保住养老金吗 他们能够保住监管框架吗 这些对于伦敦来说是更加严重的问题 在之前也出现过这些问题 尤其是在伦敦 但是同时英国房屋市场的价值 也一直处于被高估的状态 要比普通人的工资要高得多 你认为英国退优会对房价产生影响吗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我认为我十分的愿意进行评论 你知道如果伦敦的房价出现暴跌的话 这当然很好 所有的这一切来说 我认为现实确实 这不会给伦敦经济带来好处 我认为人们不会愿意看到房价下跌 但是却失去了工作 在英国的其他地区 该问题更加的中心化 无论你是在城市还是非市区 如果你在曼彻斯特或者是利物浦的话 在那些地区房价上涨得非常的快 价格也很高 但是在其他地区 例如利兹和布拉德福特城外 有一些增长十分理想的区域 这些都是由政府开发出的绿色地区 政府在社会住房和经济试用房方面都做得不错 这些地区发展得非常的好 并且对房价并不敏感 他们所受到的影响并不像城市地区那样的大 好的 总结一下就是 英国对欧可能会对伦敦的房屋市场不利 但是对英国北部也许并没有那么糟 对吗 完全正确 好的 非常感谢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为我们带来您的精彩见解 谢谢 以上就是本期的访谈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前往杜高斯贝电视的网站 为我们点赞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